我們已經有了線性映射的觀念了 我們想要再講幾個觀念 我們之前有講過 kernel 嗎 還沒有 對不對 好 我們再給定一個線性映射 好 想要再一個線性映射 給定了 我們現在要說 第一件事情 我們要定義一個概念 第一個概念呢 叫做 kernel K-E-R-N-E-L the kernel of T 它的核 這個中文叫做核 核心的核 核心的核 核 Kernel T 呢 就符號是這樣 符號是kernel T 符號寫不寫都可以 只要你的字不會不帶出來就好 它的定義很簡單 定義就是你收集所有比裡面的那一種元素 哪一種元素呢 就是送過去是0 經過映射以後 變成0 比較kernel 可以嗎 好 那第二個 第二個觀念 the image 有時候會叫range 都可以 叫做像極或直語 通常會這樣寫 會寫imt 像極你們的慧爾就是把所有的元素都映射過去 然後收集起來 所以你得到的結果是T V 然後V數 沒有嗎 叫做T的影像像 沒有嗎 就這樣 好 給了色性映射之後 可以看這兩個重要的觀念 那當然任何集合之間的映射都可以看像 Kernel T 又可以寫成什麼 如果你有看過我們之前 關於集合跟映射的最基本的觀念的時候 你應該知道有個觀念叫做preimage 逆向 逆向 什麼叫做Kernel T Kernel T 是某個集合的逆向 哪個集合的逆向 就是0這個集合的逆向 所以你可以注意到一件事情 Kernel T 其實就是0這個集合的逆向 這個0特別著名是W中的0 好不好 如果沒有寫你應該是清楚的 但是為了怕混淆 特別著名它是W裡面的0向量 0向量的逆向 什麼叫逆向 逆向就是收集所有送到他的人 送到那個集合裡面的人 所以送到這個集合裡面的人 就送到0的人了 就是Kernel 那很快的讓大家做一個小練習 小練習 好 這小練習是這樣子的 小練習之前 再引進一個觀念 我們剛才這個向啊 它是整個T的頂向對不對 那我們上次有 上上次應該有介紹一個觀念 叫做子空間 對吧 好 向量空間有一個子空間的觀念 給定一個向量空間 什麼樣的子集是子空間 那你問什麼條件 一個向量空間給定B 好 那裡面有說有一個子集合 這個子集合叫做子空間的意思是說 它裡面的東西的線性主管 全部都要在裡面 好 沒有錯 好 就是說只要你做線性概述的操作 它沒有掉出去的話 那就叫做子空間 做加法 做乘氣數 沒有掉出去就要子空間 我們看這個地方定義的是整個B的向 你也可以定義弱一點的子空間的向 用一般的 用一般的 我們可以怎麼做呢 我們可以 剛才是看整個B的向 我現在可以看一個子空間的影像 我現在可以看一個子空間的影像 for subspace 叫做V1 好 在V1 叫做V1 叫做V1 可以嗎 我寫Os好了 好不好 比較清楚 一個V的子空間 還有一個V的子空間 分別叫V1跟V1 我們可以定義呢 T inverse V1 V1 我可以看V1的逆向 其實V1的逆向 就是收集所有V裡面那種 送進V1的元素 把它收集下來 好 我們可以考慮這個 還有這個是在V裡頭 還有呢 Tv1 我們也可以把V1的一個子空間的元素 全部送過去 收集起來 叫做Tv1 可以嗎 好 所以 你可以考慮這邊的子空間 整個送過去 影像值不收集下來 叫Tv1 你也可以考慮這邊的某個子空間 然後看看哪些元素會送進去 然後那個子空間 然後收集起來 叫做Tv1 那我們剛才定義的kernel跟image 只是這兩個觀念的特例 因為kernel是什麼 kernel就是0那個子空間的逆向 那image是什麼 因為你是V1那個子空間 V1是自己的子空間 它的影像 配合很好 所以我是在講說 你當然可以考慮最簡單的情況 但是其實可以考慮稍微複雜一點的情況 那給大家做一個小練習 這個Ct 現在大家聽得錯 這個T inverse W1 然後呢 Tv1 它是一個 subspace V1 然後呢 Tv1 它是一個 subspace V1 請你很快的直接證明一下這件事情 可以嗎 那記得要從定義出發 好不好 所以這個東西 它是有定義的 這個東西的定義 不知道大家還記不記得 好 提醒大家 它的定義就是 你收集所有V裡面的元素 哪一種元素呢 它經過T以後會掉在Cv1裡面 那種元素 叫做V裡面 可以嗎 好 那記得你要驗證它是子空間 你要驗證的性質是什麼 就是 它裡面的兩個元素做加法 還是要掉在它裡面 它裡面的任何一個元素乘上一個係數 還是要掉在它裡面 它也是類似的 所以你要想一想怎麼驗證這件事 來 動手 好 我解釋一下 這個同學可能會有點誤解 尤其看到這個inverse 你可能會誤解說 這個叫做T的反應色 對吧 有時候你會有這個誤解 那當然這是個誤解 在集合論的符號裡頭 給一個映射 第一個 這個映射它不一定會有反應色 什麼時候會有反應色 那是一個對射的時候才會有反應色 一般來說沒有反應色 但是只要你拿一個右邊的子集合 我可以去考慮它的逆向 逆向的定義就是我剛才寫的這樣 可以嗎 所以這個符號它不是求反應色的意思 它是求逆向的意思 就是把所有對到W1裡面的元素都收集 可以嗎 好 所以這個寫法它並不是說 我把W1的元素做反應色 除非反應色存在 那會是一樣的 但是如果反應色不存在的時候 我還是可以去做這個操作 這個操作就是看逆向 可以嗎 所以這個定義記得是逆向 它不是反應色的意思 好 除非反應色是存在的 否則的話 它不是反應色的意思 這個T inverse不是反應色的意思 好 那我來說明一下 好 我來說明一下 以第一個為例 好 以第一個 好 以第一個為例 你要說明它是一個子空間 那你要做的事情是什麼 好 我們必須要證明 這是我 我們先講這不算證明的部分 這是我的認知 好 你必須要說明什麼事呢 第一個是說 對所有的 V1 跟 V2 在 V 裡頭 好 或者我這樣寫 必須要說明 V1 加 V2 會在 T inverse W1 裡頭 if V1 跟 V2 都在含 好 這是 這是 第二個是 V C 乘上 V 會在 V1 裡頭 C 屬於 K 然後 V 屬於 B 你要驗證這兩件事情 可以嗎 好 V 屬於 V1 會在 V1 裡頭 也就是說這個集合裡面任何兩個元素加了還在裡頭 那任何一個元素乘積數還在裡頭 你要驗證這件事 所以剛才驗證呢 以第一個來說 如果 V1 V2 在 T inverse W1 裡頭 這句話 它是等同於說 T倍的 V1 在 W1 裡頭 T倍的 V2 也在 W1 裡頭 可以嗎 按照定義嘛 屬於逆向的意思就是 經過 T 會掉進去的意思 這個是定義 可以嗎 逆向的定義 好 逆向的定義就下面這個 這叫定義 可是呢 只要你 Tv1 在 W1 裡頭 Tv2 在 W1 裡頭 他們的核 就會在 W1 裡頭 為什麼 因為 W1 是紫空間 對不對 紫空間裡面的兩個元素 加起來還是要掉在紫空間裡頭 所以這個地方是用到紫空間的定義 可以嗎 因為紫空間的定義裡面就含有這一條 那可是呢 再來 Tv1 加 Tv2 是什麼 T 裡面帶 Tv1 加 Tv2 對不對 為什麼 因為 T 是線性定義者 好 所以每一步都是用到定義 這個地方用到是線性定義的定義 可以嗎 好 所以你知道最後得到了 T 乘上 帶到 把這個 Tv1 加 Tv2 帶到 T 裡面 掉在 W1 裡面 對不對 所以是得到 V1 加 Tv2 是掉在 Tv1 裡面 為什麼會得到 因為它的定義嘛 對不對 它的定義就是 什麼時候一個元素掉在裡面 就是把那個元素做了 T 以後 掉掉在 W1 以後 可以嗎 好 所以每一步都是從定義來 所以我剛才這個論證從這裡出發 最後是不是 推到這個 好 所以是證明的第一條 可以嗎 非常非常類似的 你可以做第二條 好 第二條就是 把這個地方寫 V 然後有一個 C 掉在 K 裡頭 好 所以新中間像 所以 V 掉在這裡面 保證了 Tv 掉在 W1 裡頭 可以嗎 那 Tv 掉在 W1 裡頭 然後 C 又掉在 K 裡頭 就保證 C 倍的 Tv 要掉在 W1 裡頭 為什麼 C 倍 Tv 掉在 W1 裡頭 因為 W1 是子空間 所以裡面的元素 乘像數字還要掉在裡面 可是呢 這個又可以寫成 T 作用在 Cv 身上 因為 T 是線性的 所以係數塵埃外面跟塵埃裡面要一樣 所以這件事情告訴我什麼 告訴我 Cv 要掉在這裡面 可以嗎 這樣就叫做一個完整的證明 好 所以我示範給大家看的 第一個證明是這樣 可以嗎 為了讓大家再多看一些寫證明的方式 這個算是很無聊很簡單的證明 以後就是你知道它之後 你要直覺反應它就是這樣子 這麼一回事 我再寫第二個給大家看 第二個呢 第二個是要說明 Tv1 是一個子空間 所以如果你要對第二個情況來做的話 你要說明的就是 這個力量要改成 假設你有 W1 W2 在 Tv1 裡頭的話 好 那結果就是他們兩個加起來 在 Tv1 裡頭的兩個元素加起來以後 還是要在 Tv1 裡頭 第二個也是類似的 就是 W 好不好 Cw 也要在 Tv1 裡頭 如果原本的 W 就在 Tv1 裡頭 我們要證明這件事情 那你真的要寫的話 寫證明什麼意思 可能就要從定義出發嘛 好 先來開始一個 假設 W1 W2 在 Tv1 裡頭 意思是什麼 W1 W2 在 Tv1 裡頭 大概是 意思是 存在 V1 V2 都在 Tv1 裡頭 使得 W1 可以寫成 Tv1 好 就是 T 作用在 Tv1 上 W2 是 T 作用在 Tv2 上 OK嗎 什麼叫做 Tv1 想一下 Tv1 按照定義是這個 就是把 Tv1 的元素全部作用 Tv 好 把 Tv 套到 T 裡面 所以如果你有一個元素叫 W 在它裡頭的話 那是什麼意思 就是你可以找得到一個 Tv1 的元素 帶進去裡頭就是 W 所以存在 Tv1 B2 使得 W1 就是它的影像 W1 就是它的影像 就是這句話 只是換句話說 可是呢 既然如此 你就知道一件事 W1 加 W2 它就是 Tv1 加 Tv2 對不對 那既然是 Tv1 加 Tv2 跟 T 作用在 Tv1 加 B2 身上 為什麼 因為 T 是線性映射 所以先映射再相加 再映射在映射什麼樣 那既然如此 注意到 V1 加 V2 是活在哪一個空間裡面 V1 加 V2 在哪裡 V1 所以是不是在 V1裡頭 因為 V1 是一個子空間 所以子空間元素加完 還是在裡面 所以你是不是發現 發現這個東西 它是某一個 V1 元素的影像 所以這件事情是不是告訴你 W1 加 W2 是掉在 Tv1 以後 可以嗎 這樣就得到一個正名 同樣的道理 另外一半我就不寫了 好不好 好啦 還是寫一下 好 另外一半就是這邊改成 V2 然後呢 這裡是 C 在V1裡頭 好 所以你這個地方就可以存在一個 V 好 使得 這個 Tv 就是 W 好 別忘了 C 還在 V1裡頭 好 既然如此 C倍的 W 就是 C 倍的 Tv 那就是 Tcd 好 可是 Cd 還是在 W 還是在 V1裡頭 因為 V1 是一個子空間 所以呢 這件事情告訴你 Cw 會掉在 Tv1 大略上來說 這就叫做一個正名 所以我們剛才說的事情是什麼 剛才說的事情沒有這麼別的 就是只要你有一個線性印證 你把這邊挑一個子空間 叫 W1 你考慮所有送到 W1的東西 收集起來 它會是一個子空間 反過來 你在這邊找一個子空間 然後你把它全部送過去 收集起來 元素收集起來 它會是那邊的一個子空間 可以嗎 好 所以子空間在印證之下 逆向也好 影向也好 都還是子空間 好 最基本的 好 我現在要來給一個練習 那這個練習呢 寫出來之後 我們大概 休息十分鐘 讓大家思考一下這個練習 好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基本的概念 這個概念叫做 子基底的擴充 好 基底的擴充 好 基底的擴充 好 或者說 我現在來看 這個練習 我換個名字好了 好 我們來考慮一個練習 好 這個練習呢 是在指 擴充擴充一個線性獨立子 擴充成一組基 擴充一個線性獨立子 擴充成一組基 好 那這句話有什麼意思呢 我們假設 假設它是一個向量空間 那為了方便 為了方便我們假設 它是有纖維的向量空間 好不好 有纖維的向量空間的意思就是說 你可以找到一個 有限個向量過程的基 然後呢 我們還假設 S 它是一個independent set 它是一組獨立集合 就有一個向量空間 裡面找了一組獨立的元素 這個獨立集合可以有無限個為元素嗎 不可以 一定會 維度不是無限的 對 因為我們之前講過這個replacement定義 對不對 只要你有任何一組升層級 你的獨立集的個數不會超過它 那我們現在假設升層級的元素個數是有限的 有一個有限的 所以其他獨立集的元素個數也是有限的 好 那結論是 請你說明 我可以找得到 一組T 他也是在幣裡頭 使得T跟S 交集是空的 就多了一些向量 並且 並且 S跟T合在一起 是一組G 可以嗎 這就是這個擴充層級的意思 就本來你有一個獨立集 我一定可以把它補上一些T 讓它變成一組G 可以嗎 把獨立集補上一些元素面積 敘述清楚嗎 這就有點像是說 在R3中 三度空間中 假設我給你一個向量 叫110好了 它是一個獨立集 它是不是一個獨立集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 把它另外補幾個向量 然後變成一組G 你會說對啊 補 好 100 你可能補上什麼 001 010 對不對 你也可以補011跟001 都可以 但是你一定有一個方法 把它補成一組G 可以找 為什麼 好不好 我們現在休息10分鐘 那有什麼問題可以現在來跟我討論 有什麼問題可以 可以 可以